秦义和江营子都拥有大量的财富 并且在表面上还经营着一些规模不小的生意 他们住的地方虽然不能算是非常豪华 但也很宽敞明亮 给人一种家的感觉 江小海与这两个人都有着很深的渊源 但他们并没有和江小海一起生活 如果是因为住在一起会不方便 他们可以为江小海准备其他条件很好的房子 然而江小海却一个人住在简陋 一岸的地下室 这让人感到很奇怪 江小海人本名叫乐乐 她先是被人口贩子拐走 后来被江家收养 最后又被秦义收养 她的人生充满了困苦和悲哀 人口贩子拐走她 是为了利用她的悲惨遭遇来补取他人的同情 以此来赚钱 他们会在开心的时候给江小海一些小恩小惠 而在生气的时候则会对江小海进行打骂 在这些人眼里 江小海只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 是他们招摇撞骗的摇钱术 江家收养她 是因为真正的江小海已经去世了 江家种男轻女 把乐乐当作了一个替代品 甚至连她的名字都是别人的 作为一个替代品 乐乐在江家的生活一直都非常小心翼翼 秦义在桥洞下遇到江小海的时候 她已经奄奄一息 当她得知江小海也没有父母后 决定收养她 秦义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了 她自己也没有结婚生子 收养江小海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着相识的遭遇 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江小海能够为她养老送中 江小海在人际交往中比较清醒 明白周围很多人只是想利用她 而她也会利用这些想要利用她的人 她清楚这一点 所以她会反过来利用那些利用她的人 就像正北在梦里和乐乐的对话中 乐乐说真心对一个人好 真的很不容易 不管是秦义还是江影子 他们都没有真正关心过江小海 江小海也通过独自居住来与这些人划清界限 他们住在宽敞明亮的房子里 过着表面风光的生活 但这些都与江小海无关 只有在简陋阴暗的地下室 江小海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 或者说只有在这里 她才是那个已经死去的乐乐 她的生活就像这样 孤独而没有温暖 地下室的小窗户透进房间的微弱光线 显得非常珍贵 这束光是正北给她带来的温暖和希望 但这样的温暖和希望太短暂 无法温暖她的整个世界 那扇狭小的窗户 也无法照亮她的人生 她的世界已经被黑暗吞噬 微弱的光芒已经无法起到任何作用 这间地下室 就像是她人生的缩影 就像她无法回头的人生 最终都会被埋葬在无尽的黑暗中 生活中总会遇到一想不到的困难 是勇敢面对还是随波逐流 存在于自己的一念之间 正如著名学者卡尔·亚斯·贝尔斯所言 选择是我们人生中最关键的环节 它决定了我们的命运走向 在最新的剧情发展中 尽管潜意已经离世 但雪天使依然活跃于市场之中 正被或许难以预料 实际上 隐藏在幕后的主导人物 竟是江小海的姐姐 她正是那些违规商品的幕后操控者 哈兰等角色的行为都受她所影响 在一次被拐卖的经历中 正被与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孩子相遇了 那时 这个孩子还不是后来我们熟知的名字 江小海 而是被称为乐乐 乐乐的特点是展现出较高的情商 善于在不同的人面前恰当地表达自己 这使得她在人贩子眼中颇为讨喜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正北的性格较为倔强 面对人贩子的要求 她总是选择拒绝 因此 她承受了更多的苦难 每当人贩子施压正北 剥夺其食物攻击时 江小海便会秘密地为正北送上食物 这份举动不仅体现了江小海的善良 也加深了她与正北之间的情感纽带 自此以后 正北视江小海如亲生兄弟 立下坚定誓言 要携手将小海逃离这黑暗之地 然而 在他们成功逃脱的过程中 江小海因寒冷而体力不支 无法继续前行 面对人贩子的追捕 正北做出一个艰难决定 将江小海藏密于垃圾桶内 自己则前去寻求援助 以期尽快将江小海安全救出 原本的故事主题是 关于正北与江小海之间的命运交织 以及正北因过去的遗憾 而走上成为警察的道路 某日 正北期待着与江小海重逢 却意外得知江小海已遭人犯子不幸杀害的消息 这一悲剧让正北深感内疚 并由此决心投身警戒 致力于江卫人神之仪法 然而 正北未曾料到的是 事实并非如此悲惨 江小海不仅幸存下来 更是在秦义的帮助下获得了新生 在初次相遇时 江小海便识破了正北的身份 但出于对自身处境的考量 他选择了隐瞒真相 以免正北因自己的现状而感到失望或心痛 正北数次寻访江小海 诚恳劝导他改过自新 期望他能成为联络人 然而 江小海铭记秦义的救命之恩 决意不做出有备于秦义之事 因此 他所能沉默给正北的 仅限于彻底退出 这也是他向秦义提出 想参与一些事情的原因 在深入调查秦义时 正北通过江小海的姐姐了解到他的真实背景 正北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江小海就是当年的乐乐 故事中的两个主角 将小海与正北 命运轨迹在时间的长河中分道扬镳 正北 一个原本可能拥有平凡而正常人生的青年 却因一次偶然的机会与犯罪分子有了牵连 最终成为法律的囚徒 而江小海 他的命运则更加不幸 因过失伤害罪被正北所抓捕 两人在冰冷的监狱中意外重逢 起初 故意然对寒蓝持有偏见 认为那里并非他施展才华的舞台 然而 当他得知识这里的一件没劲 导致了自己姐姐的悲剧后 故意然改变了心意 决定跟随正北返回哈岚 希望揭露真相 为姐姐讨回公道 岁月流转 两人的命运似乎与哈岚紧密相连 但其路径却截然不同 正北因身陷罪而失去了自由 江小海则因一次错误付出了沉重代价 在监狱的墙壁下 他们再次相遇 命运的巧合让这段故事充满了戏剧性 这次重逢 不仅是对过去的回忆 更是对未来的一种反思 提醒着人们珍惜当下 避免走上不归路 故意然的父母因涉及为禁品而离开了他 这一经历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孤独感 每逢佳节被私亲 每当此时 他对家人的思念执情便愈发强烈 在与正北极其团队共事的日子里 故意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归属感 同事们为他精心准备的生日礼物 不仅给予了他物质上的惊喜 更重要的是 那份心意让他体验到了家庭般的温暖与支持 这种安全感成为了他内心深处的一份珍贵记忆 正是这份工作中的温馨与和谐 作使故意然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在完成对违禁品的调查后 选择留在哈兰定居 他的内心深处 渴望着一个稳定且充满爱的工作环境 以及能够提供归属感的社会生活 这让他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期待与憧憬 正北以他的热心著称 他日中于替他人分忧解难 即便身居要职 也为沾染一丝官僚习气 待人接物始终真诚坦荡 这使得他赢得了团队成员的广泛信任与支持 故意然深受正北的影响 在后者的熏陶下 从过往的拘谨与沉闷中解脱出来 心境变得更加豁达与积极